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而地下室的积水现在也快要秋干了 今天有拖掉夜扯到场协助 要把底下的泡水车给拖走 但是由于大楼的车道比较狭窄 所以多跳车是开不下去 就好用休旅车先从地下室 把它拉上来到路面 再由拖车接手 休旅车一边拉 后方还有四个人推 才能把泡水的车子从地下室拉出来 接着由拖车接手 高雄日安大楼住户的泡水车 要拖出很费工 因为有难度 虽然地下室水已经抽干 不过可以看是光是最小的拖掉车 宽度将近两米 都无法直接下去 更不用说其他的车辆 根本就无法进出 一大早社区外 拖掉车就已经排好队 有签约先付五千元的住户 就能先把爱车拖出来 但回到地下室车库 还是一片狼藉 地下室车库都是积水和泥沙 从电梯景往下看也是一样情况 几车东到西歪 还有车子行李箱被淹到撬开 但竟然有人疑似借着天灾机会 趁火打劫 看着住户带着头灯 就知道大佬有部分区域 还没恢复供电 住户说淹水早就不是第一次 市府能协助住户的全力帮忙 就怕台风造成的淹水 衍生后续传染病的疫情 卫生局也动员 在大楼外围区域 进行投药和喷洒消毒作业 虽然大楼的积水已经慢慢退去 但住户无奈的心情并没有退 只不过现在这800辆的泡水车 引来了北中南的脱掉 业者想要来抢商机 现在的价钱却瞧不拢的状况 一度传出由一家业者 统包每辆5000 市府补贴一半 但因为没有明定标准的价格 也让脱掉费用再度出现变卦 高雄日安社区门口聚集大批的脱掉业者住户 甚至出动了消保官到场 因为地下室上摆台的泡水车等着拖出来 但车还没有权拖出来 光是价钱就谈不拢 我等了两个小时 我们这边就不用玩了 阿伯的同胖 对对对 因为同胖一定就是政府补贴的5000而已 就怕会有业者轰台价格 小保官到场督政直接跟现场住户三方协商 因为脱掉顺序问乱 一度协调由一家业者同胞 波社区周边早有不少脱掉业者伺机而动 甚至中北部都有人下来想分一杯羹 人数众多一度引起警方到场驱赶 28号晚上现场一度协调 订出每辆车5000元脱掉费不限楼城 其中一半有市府补贴 但29号价格似乎又有变卦 变成了基本价5000元 我觉得增加困难度 我可能要再多一台车过来 追加2000块 我要多两个人 要追加到4000块 那可能1万块把你不用上来 那表格上明文规定 没有这个行情的价钱 就比如说我跟你协调溢价 你觉得我 私坐这边1万块OK吗 OK我们就来私坐 像昨天的事情 也没有所谓的 价钱定死的 那到底什么说 人家说1万2 还有1万块 这次高雄水患让拖到业者看见商机无限 但没有明定标准价格 住户与业者还有管委会一直不断在瞧价钱 导致拖到进度非常缓慢 原本开放学校暂时停放 结果空荡荡的场地只拖进了两部泥土车 TB的新闻高雄组合报道 尾巴战火未平与黎巴嫩真主党之间的战火现在开始蔓延 以色列当地时间27号 以色列占领区的戈兰高地一座足球场遭到火箭轰炸 造成了12个人死亡 而这些罹难者几乎都是未成年 以色列的总理纳坦雅胡誓言不会沉默 目前已经在讨论要如何回击 前方窜出一阵白烟轰然巨响吓坏所有人 民众口中不断喊着阿拉向前狂奔 前方足球场已经乱成一团 以色列占领区格兰高地和以色列北部城市 当地时间27号空袭警报大作没多久 铁琼高空拦截好几枚火箭 但还是有漏网之余 其中一枚击中格兰高地这座足球场 12人不幸死亡 罹难者几乎都还未成年 以色列军方出动直升机将罹难者送往医院 以色列防长不到24小时就赶到现场 眼前景象让他神情临重 誓言报复 这是尾巴冲突以来格兰高地遇袭死伤最惨重的一次 其实足球场内就有防空洞 但空袭突然根本来不及躲 即便真主党矢口否认 不过以色列反击就怕势在必行 CN报道纳坦雅胡已经召开内阁会议商讨反击行动 尼巴嫩当地部分航空公司28号也紧急停航 就怕以色列发动攻击 局势奏变美方虽支持以色列也不希望冲突扩大 毕竟中东局势可能影响到11月美国大选的最后结果 TVBN新闻综合报导 而近头转到美国连接洛杉矶到拉斯维加斯的15号洲际公路 26号有一辆载满离电池的货车翻覆 起火爆炸之后 这公路一度双上封闭 造成了长达80公里的回堵车潮 民众拍下对象车道的车真的很塞 塞到一路开过去都看不到车龙尾端 被困在车阵中的车主非常无奈 这是26号在美国加州15号洲际公路 一辆货车翻覆起火燃烧 公路一度爽想封闭 警销不敢大意 因为货车上的货物实在是太危险 美国媒体指出 车上载有大约33.7公顿的离电池 加上离电池釀下的火灾 本身就难扑灭 可能会燃烧数小时 而且排气过程会释放化学物质 因此危险性高 为了小心为上 公路一共回堵了80多公里 相当于台北到新竹的距离 不少车主塞了8个多小时 人一时海阔天空 但内极怎么办 内极好解决 但加州天气最近十分酷热 这几天最高温达到摄氏37度 有人塞车塞到出现高温相关的健康问题 当局接到不少紧急电话 尽管道路现在已经重新开放 但再满离电池的货车 详细起火原因还在调查中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有分析师担心着 共和党的总统参选人 川普回国的话 会大幅提升对中国的关税 不只会影响到美国的物价 也会冲击到欧亚股的走势 先前担任过白宫国安会 国际经济事务主任的古德曼 接受TVBS专访的时候就表示 不用太过担心 美国副总统贺锦丽准备接放现任总统拜登 渴望成为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 气势正光 曾经在欧巴马时期担任白宫国安会前 国际经济事务主任的古德曼 在接受TVBS国际评论员 余文奇独家专访时就预测 认为贺锦丽如果有望坐上白宫大位 短期之内在贸易政策上 将不会出现太大的变动 但还是会展现自己的风格 相对于贺锦丽主打自由主义 川普显然打算在前进白宫之后 继续以美国优先采取去全球化的做法 对中贸易采取更强硬的手段 甚至表示要对中商品的进口税 一口气调高到60% 但古德曼分析认为 面对通膨 川普对中提高关税 也必须得权衡利弊 川普不仅仅把矛头指向 中国大陆也同时还直指台湾 偷走美国的晶片产业 要求台湾应该要缴保护费 但古德曼分析认为 台湾方面不必对川普的说法 感到过度的焦虑 但也认为美国在半导体产业上 积极打造多元供应链 因此针对晶片的禁令 以及关税有其必要性 华富也在掌握其中的权衡取舍 古德曼认为不论两党 哪一位候选人升选 对中强硬的态度 都会反映在贸易政策上面 但赫锦利可能将愿意加强 与盟国之间的合作 积极参与国际事务 减少单边行动 带来的经济冲击 纪约新闻综合报道 自从拜登退出美国总统大选之后 副总统赫锦利接棒的声势 就不断上涨 而赫锦利现在为了抢光年轻族群 也首度开设了TTALK帐号 吸引上百万名粉丝 同时ABC的民调 也首次出现黄金交叉 贺锦利超车川普七个百分点 美国副总统赫锦利 宣布加入社群TTALK 使用帐号六个小时内 第一篇po完 就获得将近六百万浏览次数 也累计超过一百万粉丝 但是对手川普更厉害 这是川普在TTALK首发影片 今年六月一号正式启用账户 已经超过九百万粉丝 几乎每部影片都有百万流量 川普和锦利向后使用TTALK 就是要抢光不使用传统媒体的年轻选民 贺锦利也推出竞选广告 自己开拓年轻族群支持 同时根据ABC民调 贺锦利支持度暴涨 从上周的35% 这周变成43% 反观川普 从40%下滑到36% 首度出现黄金交叉 或许跟不少年轻团体 背书贺锦利有关系 不止支持度 拜登退选之后 贺锦利募款也暴增 已经超过两亿美元 当中超过六成来自首次捐款者 三世看长的同时 贺锦利找谁当副手 是另一个难题 预计在8月7号揭晓人选 TV新闻综合报道 南韩釜山2005年 曾经举办过ABC峰会 时隔20年 南韩再有城市获得主办权 沁州市成为 2025ABC经济领袖会议的 主办城市 预计将会带来 超过一兆八千亿韩元的 经济效益 南韩沁州市获选为 2025ABC亚太经合会 经济领袖会议主办城市 这是自2005年釜山之后 时隔20年 再次在南韩举办APEC峰会 秦州市是南韩知名古都 被誉为没有屋顶的户外博物馆 当地许多历史遗址 列入世界遗产名路 秦州市与仁川市和济州道 共同角逐主办权 评学委员会综合考量 各省市对国家和地区发展的贡献度 文化旅游资源等因素 最后由庆州省出 APEC是全球最大规模的地区经济合作体 占全球GDP的62% 占世界贸易量的50%以上 庆上北道主办2025年会议 预计将获得超过1兆8千亿韩元的经济效益 庆州市计划在未来一年内 整顿住宿设施和交通基础建设 做好万全准备 不过就在主办城市公布前 发生一个小插曲 仁川市长刘政府得知庆州被选中 立即召开记者会 声明无法接受结果 特别是在评选过程中 庆州市将主会场布置方案 更改为与申请不符 主张将举办地区范围 扩大到其他世道 仁川市对公平性提出质疑 明确的公务基础 南韩外交部没有理会 仁川市的抗议 最终还是把APEC主办资格 给予庆州 至于记周到 接受了评选委员会的决定 表示将抛开遗憾 共同努力成功举办APEC峰会 仁川虽然和APEC主办权实质交配 但有机会在其他国际活动 颁回一城 仁川市宣布加入申办F1大奖赛 由市长亲自带队前往摩纳哥 与专门负责赛道设计的公司见面协商 仁川市将以旅游基建为基础 如同在临海市区进行比赛的摩纳哥一样 在松岛永宗和青罗中的一个地点 构思市中心的比赛 如果一切顺利 预计F1仁川大奖赛将会在2026或2027年举办 仁川市将在今年底前提交正式提案书 同时寻求政府支援 将仁川推上国际 体育室新闻综合报道 奥运焦点 美国蓝蓝的梦幻队 巴黎奥运首战以26分差打败了塞尔维亚 棋开得胜 但是球队还是得面临不少挑战 包括球星杜兰特的推伤 尽管第一场表现亮眼 但是还是得继续观察 美国梦幻队目标拿下奥运五连霸 巴黎奥运首战就以110分比84分大胜塞尔维亚 杜兰特9头8中攻下23分 赛前练习画面曝光 作用三届奥运金牌得主的杜兰特 之前因为小腿拉伤 五场热身赛全缺席 身为美国队史奥运得分王 杜兰特有机会成为史上唯一 赢得四面奥运金牌的男篮球员 未免之路不轻松 就怕脚伤复发影响表现 加上本届奥运世界各国都出动强将 像是美国队刚打败的塞尔维亚超级球星 尼古拉约基奇号称小丑 是金块队主将 曾拿下2021、2022以及2024NBA年度MVP 还有马次队十年前的冠军功臣 澳洲球星Petty Mills 上周才率领澳洲队打赢法国队 还有从外形上就很吸睛的法国球星 纹班亚马身高224公分是去年NBA选秀状元 现任马次队主将 重心云集想夺冠必须披荆斩击 美国运动员同样引人注目的 还有奥运四金体操女王拜尔斯 上一届东京奥运因为心理因素中途退赛 休养两年过后 拜尔斯在2023年世锦赛回归复出 拿下四金一赢 这回三针奥运盼能继续抢金 时隔三年再次登上五环殿堂 巨星汤姆克鲁斯 约翰传奇 Ariana Grande 全都到场支持 向青年见证天后的精彩瞬间 铁扁新闻综合报道 而奥运的羽球项目传回捷报 男丹跟女丹都顺利开胡 羽球一个周天成首战对决 墨西哥选手以直落二收下首胜 而戴茨颖同样也是在38分钟内 就直落二拍落对手 接续将会对结好友一色浓 一旦赢球就会晋级八强 而这回也是小戴的最后一五 不少的球迷都特地飞到巴黎帮他应援 小戴小戴小戴 加油加油加油 应援很大声 助阵戴茨颖在奥运的最后一五 就连首战场边也是甲友生 跟波浪舞让小戴在30分钟内就击退 谭怜尼开胡 对小戴看比赛还有看一般的那个BW的巡回赛 希望他就是能顺利完赛 然后把他这次的这个比赛呢 留下一个很好的回忆 一路追随进场立体 消毒赛15张票买西席 再加上淘汰赛A席 一人花四万四 再加上住宿费至少花超过十万元 但能看小戴全值得 希望他可以秉持他一贯的理念 就是快乐打球 不管打到哪里 我们都希望可以陪伴你走到最后 接触戴茨颖31号也会对决好友谊色农 一旦赢了晋级八强 对手可能是印尼一姐东宗 或是南韩金家恩 再继续往下平战 四强可能会碰到世界球后安息赢 小戴收下首胜也说 这一动控制上都可以再努力 要掌握好顺利风格侧风 至于南单也收下首胜 宇宙一哥周天成对上墨西哥的贾瑞多 小天开局被对手反超 下半局不断追分加上对手出现 21比17拿下第一局 到了第二局维持大比分的理先 最后以21比13直落二胜利 而这也是周天成癌症手术后 首度征战奥运 得到癌症这件事情的时候 当然是有些震惊 但我不觉得这是自己在场上的借口 可以把自己的态度给打出来 每个选手的梦想一定都是金牌的 周天成曾经罹患大肠癌 对手贾瑞多 也因为和文基融解症差点丧命 赛后全场观众起立鼓掌 两位选手也隔往拥抱致意 不过周天成赛后也坦言 这场地比想象难打 接续会再调整 继续往颁奖台迈进 TVB的新闻 余姓汉亮男来与民家庭 法国巴黎一场报道 南双金牌组合 林阳佩里阳跟王麒麟小组赛 第二场对战是丹麦组合 传出捷报了现在 而且他们这一局 在一度遇到乱流的时候 还有一些错误出现 不过索性最后以21比15 19比21 21比15 击败了丹麦组合 握拳高喊跪地大声嘶吼 为自己欢呼 南双金牌组合 林阳佩里阳王麒麟 28号对战丹麦组合 传出捷报拿下胜利 激动的替自己加油打气 因为这场打得真的不容易 有维持昨天还不错的状况 然后其实在发阶发的部分 有被稍微都被对手乱到 所以自己在后面的时候 打得有点比较保守一点 但好险就是我们有持续给对方压力 小组赛对战丹麦 奥斯路和拉斯木森 开赛首局一度取得4比1领先 不过丹麦组合随后连感4分 超前逆转 还好李阳王麒麟默契绝佳 再逆转9比5领先 首局21比15拿下 第二局开打后被丹麦6比4超前 但是林阳在连拿4分后 丹麦组合又以10比8领先 最后21比19输掉第二局 决胜第三局 李阳和王麒麟重振士气 开局8比2大幅领先 中场21比15赢得比赛 也赢过世界第二组合 赢得精彩也很惊险 王麒麟赛中失误 也频频敲打自己的头 好险李阳他那八长球 有把他先拉开了 所以后面几个 我因为我好像连去失误了三颗 因为他们的防守啊 然后一些技术都很好 所以我们其实打起来自己 也希望就是可以解决一些 之前遇到他们时候的问题 李阳这次在第一组碰上死亡之组 首战日本队小林优舞 保木卓朗 又队上丹麦目前两连胜 但紧接着还有中国队和美国队劲敌 四组里面有三组是世界排名前十 先美国队然后再留 对希望就还是一场一场来吧 毕竟小组在还没出现前都还有很多变数 美国队毕竟这是奥运 说真的也不好打 因为你看战况都很交错 教练也说对上丹麦组合 第二局战术调整加上失误率比较高 最后惊险获胜 接下来迎战美国和中国要步步为营 希望能连续这两场气势一举多胜 特别新闻综合报道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有国防部长称号的球星张玉成 回到台湾之后 昨天轰出终止先崖的第三支全雷达 这也是他在大巨蛋的首支全雷达 整场比赛贡献了四分打点 他的阿嬷也连续三天 进到大巨蛋帮他加油 张玉成说希望阿嬷常常来 这样他就能够常常打好球 全雷达轰出去回到本磊前 不忘边跑边敬礼 全场沸腾到最高点 部长张玉成再次敬礼 大棒一回 炸裂瞬间动作很流畅 球迷全场嗨翻 复半汗将28号在大巨蛋主场 迎战台刚熊英第三站 张玉成八局下轰出生涯 在大巨蛋首发全雷达 观众全场欢呼 也是他本季的第三轰 张玉成回台湾后 7月16在新庄球场打出生涯手轰 23号也在天母球场敲出客场手轰 这下生涯第二发全雷达 继新庄天母后再解锁台北大巨蛋 他的外婆也已经连三天到大巨蛋观赛 张玉成也说 今点赛就在阿嬷面前开红过两次 希望阿嬷可以常来 可以多有常打 副邦汉将28号中场以巴比黎 击败台刚熊英 不止张玉成四度上了两支常打 贡献四分打点 新样头蓝力出灯板 竹头七局只被敲出两支安打 蓝力拿下单场MVP 也和韩国奇亚虎拉拉队 一起大跳三阵五 蓝力先发七局 六度上演三上三下 无十分创汉价团史记录 蓝力来台湾后 也首度体验台式应援 他也说在美国从没有过 三阵五实在太洗脑 TV新闻综合不得 娱乐焦点要带您看到 经典男团Energy公蛋第二天 乐团五月天的主唱阿信 惊喜当嘉宾 跟Energy一起带领 万名的观众跳16吨 而坤达的老婆可嘉宴 也悄悄到现场 低调为丈夫应援 深情演唱这首分合完美体现 Energy成员们一路走来的心境 感动全场歌迷 我真的要非常感谢 写这首好听的歌的 我们的师兄 是 但其实我们是前辈 前辈 谢谢秉智 对谢谢你帮了师弟们 这一次 付出写了这么好听的一首歌 Energy精力分分合合 终于走到首度攻旦这天 开唱第二天还有惊喜嘉宾 上一次五月天邀请Energy 担任演唱会嘉宾 这回身份转换 还是由阿信毛遂自荐 限定男团再度齐聚 带领万人16吨热血加倍 为Energy喊出经典口号 另外厂商焦点还有 还原昆达在舞台上 卖力热舞 还透露妻子柯佳燕爱相随 不顾对方却是 低调隐身人群之中 一群人伴随音乐嗨到爆 只是柯佳燕到底人在哪 原来就是戴着口罩的那一位 让发文的赵亦兰都忍不住笑称 小姐姐在口罩里面 大唱特唱是不是 与身旁的人形成鲜明对比 而柯佳燕也回应 为您示范哀人看演唱会 虽然未露脸 但还是全程挥手应援 夫妻俩隔空散发 粉红泡泡 TVN新闻龙昌时事组综合报道 巴黎奥运跆拳道的项目 本届有女将罗嘉玲一个人出征 上届东京奥运 罗嘉玲踢下一块铜牌 这回的跆拳道奥运 只有她一人入选 她说有上届的奥运洗礼之后 准备起来比较有经验 压力一定是有的嘛 那就是也希望就可以带着 所有台湾到 就是大家的一起的力量 然后去征战巴黎奥运 一拳一腿踢极练习 每一次训练就离奥运荣耀 更近一步 踩拳道国手罗嘉玲 准备出征巴黎奥运 已经是第二回挑战五环殿堂 罗嘉玲技术心态更上层楼 有了东奥那次的经验嘛 所以这次就是在整个流程上 其实会更熟悉 不管是 我也是说一场一场来 那即使真的到后面 可能有败不复活 那就是也是另外一种新的挑战 上届东京罗嘉玲首拼奥运 在57公斤级 踢下一面铜牌 这次再获得资格拼荣耀 但回顾四周 却只剩下她一人 因为这届巴黎奥运 跆拳道项目 只有罗嘉玲一人闯关 一个人扛起跆拳道荣耀 对这183公分高的女将来说 比不轻松 主要还是有压力 然后自己也非常的期待 然后也有一点点兴奋 就是又要去 征战奥运这个舞台 那就是尽量不要让自己的焦虑 太多 面对镜头侃侃而谈备战心得 罗嘉玲不再青涩 谈到这次奥运 跟教练一起模拟签表 罗嘉玲所属的57公斤级 有15名选手获得资格 依照教练初步分析 罗嘉玲首战 很有可能面对到俄罗斯的米妮娜 米妮娜是东京奥运银牌得主 27岁 后来因为俄乌战争的关系 一段时间没比赛 直到今一年才恢复参赛 就在去年巴库试琴赛拿下铜牌 今年欧锦赛在京 罗嘉玲每一场都马乎不得 就是我们现在有安排 一样还是影片然后勤收下去 那就是在这一两个月当中 也有针对就是对手 预估会比到的对手的动作 下去做模拟 然后其实会有 嘉玲也是有说就是 可能在7月多的时候 会就是安排类似模拟赛的状况 下去做比赛这样 但罗嘉玲也表示 比较难打的签表都在另一边 整体调整上还有空间 教练刘琼达也在7月中 举办模拟赛 比赛奥运模式一天四场 但罗嘉玲坦言 技术心态都不是问题 最关键当口就怕伤来挪 我可以下来帮忙他 在最后面这一段期间训练 遇到瓶颈的时候 给他精神上的资助 这一个部分 模拟对练 因为他都没有对练 其实也不好 也不行 如果说真的半年多没有打 直接就上奥运打 但是又怕他的伤势碰撞到 所以有点两难 但是我们会一直在看状况 同样身为台拳道教练 罗嘉玲父亲罗文祥 一路看着女儿走过来 为了接受奥运 罗爸爸直接进驻中心 陪女儿训练 看着女儿练习 受了伤人就拼 做爸爸的 怎么能不心疼 让他知道 对于一名选手来说 奥运荣耀 是他人生当中 至关重要的环节 上届东京奥运 因为疫情无法到场 这回巴黎 家人会一同前往陪女儿 拼战人生的重要战场 当然看到他受伤 身为父母是一定非常不舍 只是说 我们不会挂在嘴边去讲 你这一个过程 你觉得你已经尽力了 你对得起你自己了 那其实OK 你不用在意别人 你是全村的希望 后面都靠你的 我是觉得这个倒是不需要 台拳道曾经是我国重点赛事项目 奥运首面金牌 也出现在这个项目 回顾奖牌史 2004年雅典奥运 陈世青夺下中华史上第一金 随后朱沐妍拿下第二金 黄志雄拿银牌 2008年北京奥运 朱沐妍跟宋玉琪 两人都拿下铜牌 2012年伦敦奥运 我国再贴下一枚铜牌 直到2020年东奥 罗嘉玲再获铜牌 随着各国实力兴起 跆拳道挑战也越来越高 有这种目标要更往前 然后的感觉这样子 然后在训练的时候 就也会有一个 更强烈的一个目标 跆拳荣耀 身世艺人 罗嘉玲出征巴黎 看望最后关头 调整状态 再拼跆拳 荣光时刻 TVN新闻张家宝 来人名高雄 台湾报道 加拿大的女子足球队28号 以2比1击败法国队 不过之前因为 使用无人机窃取纽西兰队的资料 遭到扣6分 怎么回事彩宣带我们了解 加拿大女子足球队28号 以2比1打败地主法国队 保住渺茫的晋级机会 这是因为他们日前 被纽西兰队投诉 用无人机偷露他们的训练内容 窥探敌情 国际足球总会 FIFA宣布重罚加拿大队 除了总教练普利斯特曼 和另外两名助理教练 都被禁赛一年 且在奥运期间不得职交 也罚了加拿大女足 新台币约742万元的罚款 甚至还扣除了加拿大队 本届奥运在小组赛中的6分积分 等于即便他们现在 已经连赢两场 原本早该有6分的积分 现在却还是停留在0分 我们并没有觉得 这场资料的资料 会对我们的球员 加拿大足协这回表示 他们会在研究 怎么上诉扣积分的处分 特别是接下来31号 他们将对上哥伦比亚 但因为被扣分 就算赢了 是否能晋级仍有变数 无人机争议 让加拿大女足的奥运 未免之路困难重重 镜头转回到台湾 新美式巴黎 有民众昨天傍晚看到 成千上万只的燕子 原以为跟台风有关 但原来是过境的季节 电线上一整排密密麻麻的黑点 不断在动 仔细拉近一点看 原来是一群燕子 满满的 停在电线上休息 有些还在附近盘旋 电线上挤满燕子 民众也拿起手机记录 正难得的景象 18号傍晚新北巴黎 巴黎街上 民众发现有成千上万只的家燕 聚集停留在电线 让人不禁怀疑 是不是因为台风过境 造成淹水灾情有关 每年都会来 都这么多 都这么多 现在还比以前少的 都这么多 原来早在台风前 这些燕子就已经都出现了 是因为现在正值 家燕的过境期间 通常集结的时间 就差不多从7月 7月可以一直延续 到8月里到9月初都会有 在其实全台湾都有来 他们大部分停的 就是停在电线上面 下秋两季是家燕 从北往南迁徙的季节 台湾作为中季站 每年都会有 至少30到40万只的家燕过境 客人也会递到 我们也会递到 有时候不小心在那边聊天 也会递 随便那碰一下 就中枪了 就是这个困扰 其他没有什么困扰 民众能够近距离观察 迁徙的壮观场景 但也得认一下 家燕带来不少的黄金日 TVBS新闻视线蓝亭 新北采访报导 而在台风过后 屏东的大鹏湾出现了 大面积的漂流木 而在彰化的方越 也因为漂流木的影响 冲刷损毁了大面积的客家 经过海米台风吹洗了以后 整个柯田被这些树枝 杂叶 整个覆盖住了 非常非常的严重 眼前景象不是水淹稻田 而是海上柯田 被漂流木跟稻草 甚至芦苇杂草 冲刷回损 已经看不出来是一个柯田的 开米台风过后 彰化方越乡 柯冲趁着退潮出海查看 柯田一片惨状 柯冲欲哭无泪 这些柯田都没有互盖住 这边昨天也是互盖住 柯田是什么 就是那个草跟大木头 有些柯架被冲毁全倒 有些则是牡蠣跟文革 没了收成 就是搞不好六成 回不到 外围的呢 外围的 他们有个整个柯田 全部都倒掉了 都倒掉了 所以至少可能 八九成没有 对对 盖之后它就会死掉了 柯冲说 蚵仔在淤泥中被闷死 连柯苗也没了 一片残局 不知道要从哪开始重建 比较补助的方式 就比较少了 以前有拿过补助吗 以前我都还从 我养蚵仔到现在 只要台风受损 或是怎么样受损的话 都还没拿到补助 产地蚵仔锐减 到了消费端 价格也往上涨了 往南走一艘货轮 搁浅在屏东大鹏湾 国家风景区内 有游客以此为背景 在沙滩上拍照 但脚下踩的不只是沙 还有一大片的漂流木 开明台风在南台湾 降下破季度雨量 也把山上的树枝断木 冲刷到出海口 包括高雄陵园 与屏东东港沿岸海滩 都出现像这样的 大面积浮沫 天气转好后 也有民众到海边 要减时高价漂流木 但屏东县政府说 目前还没开放减时 民众切勿自行减时漂流木 以免受罚 TVBS新闻 陈志忠 叶凤达 彰化屏东采访报道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经济部能源属预估 未来七年用电年均成长率 大概是2.03% 不过随着景气回温 加上AI浪潮 那么上修2024年到2027年 平均用电可能会成长2.5% 我有一个AI folder 还有三个不同的AI 假设我今天想要来请 AI来帮我看看 我的query有没有写错 我可能就copypass我的query 然后我就贴在这边 然后我就说 Please Dually Code Review 身为新时代的上班族 不少人都已经像VV一样 工作脱离不了AI的辅助 我以前就是在做 比如说比较HR相关的工作的时候 那时候我就发现 就是很多人会每天来问我 很多重复性的问题 那我光回答这些重复性的问题 我就浪费我很多的时间 所以我那时候就是用TrackGPT 然后去做了一个bot 然后简单说就是把我们公司 所有跟人资相关的问题的档案 全部误会使给这个TrackGPT 然后去训练它 把它变成我的一个AI助理的概念 重复又繁琐的问题 过去以人工回答都要耗很多时间 更压缩了其他的工作 为了有效的将自己的产值最大化 少不了AI的协助 不过除了一般使用者之外 现在许多的科技业也都在抢建大型AI资料中心 就怕会为已经吃紧的电力卖下隐忧 能源署2022年度用电资源报告当中提到了 未来的七年用电的成长率会是在2.03% 不过因为景气的复苏还有AI浪潮的原因 因此上修了2024到2027年的用电量 能源署将2024年至2027年的平均用电上修2.5% 2028年至2030年则可能成长2.8% 以此推估至2030年用电将成长12%到13% 因为现在正在处于一个军备竞赛的状态 所以今天很多的公司当你做了一些AI的应用之后 那它也会做 然后即便现在有一些新的比较节能的架构出现 那大家也会想办法去把它的运算量用到最大 甚至去做一些扩容 所以最终来讲它的耗能又会在这个 因为你多盖了几座 所以其实耗能还是会做增加的一些状况 AI现在大概有两种方式 我们讲的是全球的去中心化 那可能是由不同的国家不同区域 他们会盖所谓的Data Center资料中心来统一提供算力 这个是一种 那第二种是现在其实Edge Computing其实是蛮夯的 它其实是可以把所有的算力分散到所有的物件中 来做一个所谓的分散式的计算 其实它对于一整个单一地区所造成的耗电量 其实对AI会比较没有那么公平 原因点是因为晶片是晶片伺服器是伺服器 AI重点是就是相关的技术跟算法 那我们会发现到说 当然你AI会需要使用到所谓的算力 可是我们反过来想AI需要什么 AI需要是人才需要是技术 但是现在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 我们可以在台湾研发AI 但是算力不一定要放在台湾吗 政府可能要定一些相关的这个法规 就是说像是你的耗电来讲 这个相关如果耗到一个程度 那你要必须去做一些考量 或者说一些像是探权等等的这一些 探税等等的一些费用 那这样子企业会稍微节制一点 会思考一下就是说 今天我是不是有一些没有必要的计算 那我不用自己去做 而是可以直接去买别人的这个云端的算力 不过学者认为这属于长期的计划 就目前起步的AI产业来看 确实影响还不明显 但怕的是未来如果大量使用 会冲击电力 甚至挤压到该有的生活品质 还有制造成本 TVV的新闻 何将学丹此台报导 随漫南台湾 尽管电动车设计 防水比较优于油车 但专家说硬要开可能会短路 风雨中开车上路 电动车内就像个高科技堡垒 不吃油 没有引擎 不需进气驱动 更不排废气的设计 就算涉水而行 本该万无一时 特资它前面 还是会有一个进气口 那进气口其实是给冷气的 那从那影片跟它仪表板上面的 那个标示看到的话 它的讯号指示来看的话 它基本上它是已经有开了内循环 所以它进水程度是 其实那样子算是很少很少的 如果它开外循环的话 那个可能水是用倒的进来 空调一秒变水冷 原因情非得已 开米台风带来志在行强降雨 让高雄市区主要干道 变成一片汪洋 驾驶冒险穿越 还好车体没马上断路 类似案例并非首度发生 尽管品牌执行长马斯克 曾公开指出 旗下电动车款就像船一样 在水上飘一段时间同时维持前进 只是不但官方不建议 车主们也不想拿爱车开玩笑 它是建议是在轮胎的中线以下 就是你不要淹过半颗轮胎 基本上它都没有事情 如果是来不及一车该怎么自救 专家建议以轮胎为目视检验基准 当泡水处达轮胎四分之一 甚至一半高 第一步都是相关冷气减低通电 若道路条件还能行驶 试着多轻踩煞车 先让刷车系统回复正常 不然就是尽可能请脱掉移车 如果泡水高度已经超过轮胎中心线 或是高过车身 回原厂检修再启动才是上车 锂电池通常大部分会发生 真的会发生燃烧跟爆炸的 通常都是会遇到穿刺 就是遇到其他的尖锐物品穿刺到电池舱里面 才有可能状态状况 那基本上泡水的话 基本上是比较没有发生这样子 通常泡水的情况就是短路 短路就是冒烟 那造成说车子的电池是 大电池是无法使用的 传闻中离电池可能因为潮湿进而起火 专家如今破除迷思 不过前提是电瓶本身不能有破损 充电桩概念一同 其实电桩他们只要是符合CNS法规的 然后有经过BBC认证的 那在国内他都会经过一定的防水防程测试 反而是比较需要注意到的是说像它的管线或者是它的配电盘箱体等等有没有确实做好防水 它如果配电盘跟箱体进水的时候反而比较容易造成线路的短路跟发生危险这样子 不过装体是本身是还好的 高于油车的防水机制 仍不等于电动车能水路两用 它是一台车子不是一艘船 所以它比较没办法 它其实在水面上飘的情况之后 它没办法控制方向 那再加上它电池里面其实是有透气孔 如果说这透气孔真的进水的话 那它电池模组有可能会造成短路 或造成说故障 那我觉得这样子就是有点得不偿失 毕竟购车金额已经不是小数目 就怕安全出问题 在天一笔损失 TVB新闻陈友诚 叶玉甫台北采访五斗 感谢您收看Focus世界新闻 我是韦佳琪 我们再会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您的观看